上周备受瞩目的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南京顺利举行 峰会取得丰硕成果 见证并推动两岸产业合作不断走向深化 在峰会举行的同时 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22部门共同研究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继26条措施 为保证台湾同胞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添新动力 那么这一切都让广大台胞和台商们深感振奋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聊一聊这些会台立民的新举措 来谈一谈两岸融合发展的共赢之路 那么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厅参议讨论的两位来宾 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财经专家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教授邱玉教授 邱教授你好 贺兰好 大家好 还有一位是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议会常务副会长林子凯先生 子凯你好 贺兰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刚刚结束的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11月4日至5日 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在南京举行 本届峰会主题为深化融合发展打造共同市场 两天的峰会成果丰硕 共签署47项合作协议 达成一项签约金额约155亿元 超过1300位两岸企业家见证两岸产业合作 不断走向深化 大陆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 台仓投资信业的最佳选择 融合发展 过去是 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 两岸互利共赢的必有之路 这个相当振奋人心啊 阴霾一扫而空 2013年以来 两岸企业家峰会 一举办六次年会 成为两岸企业界最有影响的交流平台 建政并推动了两岸产业合作不断走向深化 今年峰会开幕的同时 国台办 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及26条措施 为保证台湾同胞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增添了新的动力 新出台的26条措施 由国务院台办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2个部门共同研究出台 在去年发布施行并引起强烈反响的31条措施基础上 延伸 扩展 细化 其中涉及为台湾企业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13条 包括台子企业同等参与重大技术装备 5G 循环经济 民航 主题公园 新型金融组织等投资建设 同等享受融资 贸易救济 出口信用保险 进出口便利 标准制定等政策 支持两岸青年就业创业基地示范点建设等 涉及为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13条 包括为台湾同胞在领事保护 农业合作 交通出行 通信资费 购房资格 文化体育 职称评审 分类招考等方面提供更多便利和支持 新的16条里面 应该说一条一条可操作性都是非常强 而且针对性很高 一看就懂了 它是在31条的基础 又加上目前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 让台商更加融合进入当前发展的趋势 我们更感到温暖的是这个领事保护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也觉得是很开心的 现在开始应该可以有更大的安全感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说说刚刚结束的 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我们知道子凯 您这是第四次参与到这一峰会当中的话 我们想请您一起为我们介绍一下 四次或者说这几次的参会都有怎样的一个不同的感受 并且今年您有怎样具体的收获 我想在过往的三年包含这一次 其实的重点都有放在融合两个字 融合 对 那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每一次在每一年 它在整个产业迭代更新的融合过程当中 大家就各分组论坛的分享上面 提出了在当下最新面临未来产业上面 可以怎么样进行一个合作的契机 最后总能够在当年度去验收了上一年度的一个很好的成果 并且在分组论坛上面不只验收了这个成果 也更指出了 甚至是说也洽谈了针对未来方向如何大家携手合作的一个很明确的意向 所以可以看到这过往几年 特别是可以说是年年有亮点 次次有成果 那所以呢我想在今年我自己最大的收获呢 除了是一些在整个新资战略格局上的学习之外 我想最重要的也有一些项目在上面去这个得到了一些合作意向的一个探讨 那我想这最大的亮点呢 还是在于这一次的会台26条 那在这26条当中的话 哪一条会让你特别有感 我想第一条可以是最代表性的突出 让更多的产业的专家 以及这个龙头企业能够共同的去组成这样的创新平台 可以说是为了后面 其他12条相关的对企业发展上面 拥有这个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奠定的一个基础 那么还有第11条 产品快速验放的部分 我想这一点会是让台湾的许多的这个研发型的企业 他们得以快速的享受到市场所带来的回馈 进而能够快速的帮助台湾在研发力上面 也继续快速的迭代更新 那么还有在第12点 行业标准的互联互通 那我想这个在从研发的初期 基本上也能够得到很多在我们内地 甚至是这个企业端的一个青睐 甚至进而共同合作在这个产业上面 所以以上这几点我个人是觉得 这真的是能够对我们台商未来的发展 以及对台湾产业上面的一个研发性的 一个研发力的提升 我觉得有相当大的注意 好 我们谢谢子凯 另外的话我们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邱毅教授 就是其实在这些年 您一直都在观察 并且去见证了两岸之间的这种产业合作 以及经贸的交流 我们想请教您 在您看来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对于推动两岸之间的交流 还有和平发展有怎样特殊的作用 作用当然非常的大 在紫金山的两岸的企业家的峰会 那这个峰会是着眼在两岸的企业家的交流 跟合作 两岸的经贸交流 可以说是两岸交流里面的 重中之重最核心的部分 所以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就在曾培言跟肖万长 两位先生的推动之下 于是就有了所谓的两岸企业家峰会 那么就台湾来说 台湾企业家峰会的层级非常的高 他的会长是肖万长 过去的副会长是江炳坤 就海基会长期的董事长 所以这个峰会 其实很受到广泛的重视 我记得我第一次参加峰会 是陪着郭台铭快去的 那郭台铭当时也应邀 在峰会上做了一个演讲 那么谈到他对于两岸的经贸 未来发展的一个前景 那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重视 那这一个峰会在今年可以说 那么特别受瞩目 因为今年在这个企业家峰会里面 特别谈到了会台26条 会台26条 也就是把去年的会台31条 做了一个延伸 做了一个扩大 做了一个细化 让台商的感觉到台湾的企业家 或台湾的人民 感觉到跟大陆的企业 大陆的人民 有同等待遇 尤其它里面的26条里面 有13条是有关企业的 有13条是针对人民的 台湾同胞的 所以基本上 它就是我讲的 它是一个延伸强化 细化的一个过程 所以使大家感觉到 它非常的实用 我举个最简单最简单的历史 大家如果看这26条 这第25条 一定很有感 这25条呢 我记得说 台湾现在有很多的运动员 他在台湾已经找不到出路 他到大陆来打球 可是呢 他们过去在大陆 必须跟NBA的球星来竞争 所以使得这个台湾球员 在每个队里面 能够浓辣的名额就很有限 连上场时间都受影响 如果有了这会台26条的 第25条都解决了 台湾球员 大陆球员 都是中国人的球员 所以一个队 有几个台湾球员 也不再受到限制了 所以这个时候 有更多的台湾优秀的运动员 可以在大陆找到机会 找到出路 找到平台 这个是大家非常非常有感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有感的地方 很多的台湾优秀的年轻人 他在台湾拿到的学位 苦于找不到一个正式的教职 26条里面的21条 把这问题解决掉 他在大陆 他可以得到宝尚 他甚至可以得到升迁 他将来的升迁 跟大陆的本地的老师一样 有同等的待遇 这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说 就是个大福音 另外 你领到居住证的 你可以购屋 你在购屋的时候 你想做的贷款 你的房贷 跟大陆同胞是一样的 过去房贷只有五成 现在房贷跟大陆同胞一样 可以最高拿到七成 你可以想想 这时候购屋的压力相对减轻了 过去没有这会台26条以前 他没有办法有自己的窝 现在可以了 所以这么重要的会台26条 当然会使台湾企业家欢欣鼓舞 就成为这一次的企业家峰会里面 最大的亮点 刚刚梓凯还有教授的话 都有提到对于26条 非常有感的部分 那么教授我们会注意到 在这一次我们把它简化叫成 比如说会台立民26条 但是它的全称当中 其实是叫做关于进一步促进 我想请教教授 如何去看待进一步这三个字 进一步当然就延续去年的会台31条 以及会台31条公布了以后 各个的省市 甚至像福建省厦门市 都有各个有他们范围 更周延的一些会台的措施 那么所谓的进一步就是说 在会台31条的基础上面 那么有了更大的受益面 更延伸了 更大了 含金量更高了 那么获利性更强了 例如说 早几年谁会想得到 大陆的5G行业 却是一个那么大的一个科技大饼呢 没有人想得到啊 可是过去很多台商 他反映 看得到 吃不到 可是这是会台26条里面的第二条 很明白的告诉你 台商可以参与5G的这个投资的行业 这对于台商来说 就是个福音啊 我不但可以参与5G的行业 而且我跟大陆的企业 是站在同等的待遇 公平的竞争 这等于对台商开了一个方便之大门 他当然兴奋嘛 好 除了这个之外 你说很多的台湾的企业 到大陆去 金融是经济的血液 可是很多人在大陆去从事金融服务业 没有那么容易的 可是在会台26条里面 很明显的从第三条开始到第五条 他们会见到了许多台湾的金融服务业 在大陆可以拓展的空间 所以说含金量高不高 当然高 还有没有进一步让售益面更广 当然有 他有没有让台商见到了更高的获利的潜力 当然是有 所以进一步可以说叫名副其实 好 教授 今天我们节目聚焦的是大陆会台 李明的新举措 以及两岸融合发展的共赢之路 在上一节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2019两岸企业家紫金山峰会 以及新推出的26条措施 从去年推出的会台31条 到新推出的26条 这些会台措施接连的出台 不只让台商在大陆的投资更加的便利 更可贵的是台湾的年轻人也广为受益 那么他们来大陆求学和创业的意愿 也是越来越强烈了 对此我们的嘉宾 深耕大陆的台青企业家林子凯很有体会 那么这一节我们就从子凯先生的个人经历来说起 林子凯1981年出生 来自中国台湾 是名台商第二代 现为一期创产业加速器董事长 东莞台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 全国台湾同胞投资企业联谊会常务副会长 全国台联青年工委会创会执行长 东莞市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 上世纪90年代 林子凯的父亲在东莞后街开办拉链厂 大学期间 林子凯每年都会前往东莞看望父亲 2005年 25岁的林子凯从台湾龙华科技大学电机专业毕业后 便前往父亲的公司实习 三个月后 林子凯拿着父亲资助的100万 开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核林兰协财化工 但还没摸透企业运营的脉络就被合作伙伴骗走了大部分的钱 面对这样的危机 林子凯没有退缩 他深信只要有诚信就没有做不成的生意 很快由于价格适中 服务周到 他的公司被越来越多的协商知晓 很多知名品牌制造商都成了他的固定客户 那当时的想法很简单 希望能够借由在自己亲身独掌一家企业之后的一种饥饿感 来让自己可以更明确地知道这里的市场 以及我自己未来可能对于自己发展的定位 随后十多年 林子凯先后八次创业 涉足文创地产贸易制造机电及管理咨询等多个领域 在经历过多次的起起伏伏后 林子凯萌生了一个想法 就是要把自己的经验教训 分享给那些和他一样有梦想的年轻创业者 让他们少走一些弯路 2016年8月 东莞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成立 这里也成为林子凯人生的转折点 从这里出发 他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 开启了全新的助创故事 那我在这些年得出来的一个 自我的志业以及事业的一个结论 我是以助创家的身份来推动一期创 何谓助创家呢 就是助己 助他 助社会 何谓创呢 就是创己 创业 创未来 大家有年轻人一起洗手互相创造 前面的部分去测量你的厂道成一个好运坏运 如果缺少哪些好运的时候 我们的好运就可以去补充你 有一些客制化的好运的技术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不能去推广的 我开发的一个Tmosa的APP 这个APP呢 你可以直接用一个按键 就可以控制到你所要的泡茶叶的 一个对佳的设计的温度 时间 水量 能够在两到三分钟的时间 把一杯好茶泡好 这是广东东莞松山湖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正在举办的一期产融创素营路演 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一个又一个来自台湾的青年创业者 直接面对海峡两岸的投资人 用有市场前景的产品 争取投资者的认可 从而把梦想变成现实 东莞苏山湖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 是在大陆近年来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大潮中 应运而生的 2015年12月 获得国台办正式授牌 成为全国12个首批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之一 林兹凯的运营团队目标很明确 就是要成为台青到大陆创业的最佳服务和支持平台 我们过完我们都知道我们经历过了什么 历史告诉我们 今天我们不团结 两岸不融合 我想发展自然就没有为了 斯凯我们也知道 现在你做的更多的 可能我们可以试着把它叫做 不能叫创业者 您已经不是创业者 您现在是叫做住业者 因为您是做加速的这一块 那从创业者到住业者 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话对于你来说你是如何理解 这个可能也是从自身的经验跟故事去讲起 我从07年开始 那个时候在自己生意些微还损一两瓶 还不是非常顺遂的时候 我便开始加入了所谓的台青会在东莞 那个时候我非常感念一位算大哥吧 他当时帮了我一把 介绍了我几个朋友 并且最终也这些朋友也帮助了我 也不单单是说就直接给订单 帮助你直接赚钱 而是用这个许多的发展过程当中的经验的分享 甚至是手把手的教我怎么做生意 所以最终能够顺利的开始开展了我人生当中 我觉得像是相对比较稳定的第一步 那在那之后啊 我就回馈的去问他说 大哥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真的想要报恩 他跟我说我还真不需要你什么帮忙 不然这样好了 你就加入东莞台青会 反正我们也在里面 大家一起进来去奉献 我说好没问题 我便开始从一个小小的搬东西的会员 开始在东莞台青会服务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 我们发现到青年啊 其实最关键的两个字 就是绝对脱离不了所谓的发展 所以呢我们便以发展为中心的 不断的在去协助这个青年会 能够去发展的更好 那么在这个时代的演进过程当中 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时间了 最终形成了东莞台湾青年创新创业服务中心 我们的定位很清晰很明确 我们希望借由所谓的创新来创值 创造价值最后进行创业 我们认为唯有跟得上时代的演进 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帮助到这么多的青年 并且给他们一个真正未来发展的平台和舞台 刺凯你对于这种大陆氛围的这种熟悉和了解 那么由你去帮助其他的 比如说台湾同胞的企业 台湾年轻人的企业在做加速的时候 这个当中的话会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 以及对于很多的现在台湾的年轻人 或者说他们想做一些企业去到大陆的时候 你会给出什么样最有用的建议 我想这次也真的非常感念 我们内地给予这么大在青年创业的支持 那么我想对创业家 他们在选择所谓的政策来讲 我其实更主意偏向是所谓的政策 所给予的软帮扶 我想我就先从台湾年轻人 普遍到大陆最广大的一个情况来讲 我想分别会是在求学跟就业 那么其实从这两块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青年特别包含我自身 认真讲在念书的时候 我还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 我还真不知道我未来要干啥 所以其实我们应该是在求学 以及就业阶段 我们便去开始探索跟寻找 包含去实习 包含交换到其他城市的学校 去来进一步的 能够去让自己对自己的发展 与在地的青年 与在地的环境市场 有更深的接触跟体悟 坐井关天肯定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鼓励青年 首先第一件事 在自己还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求学以及就业空间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更大范围 以及说自己有兴趣的方向 先做好尝试 不要最后所谓的难怕入错行 等到你真的踏进去 也许你就真的 这个就没有回头路了 那么在针对创业家的部分 第一件事情我们建议创业家过去 要先接地气 换到一个新的市场 也就是我们讲的大陆的市场 我们可以说一省一霸主 基本上在各个省甚至各个市 它都有它不同的这个 一个市场结构跟情况 所以你必须要因地置疑 第二呢 你要懂得去看趋势 你接完地气之后 你要知道你选择的地方 以及这个产业的发展 到底好与不好 行与不行 第三呢 也最好进入一个对的平台 创业家最担心的 就是你整天中日无所事 是最后你不知如何是好 所以你必须要选择一个产业专精 并且落在一个贴近市场的城市 在这个所谓的加速器 或者是海峡两岸青年创业基地里面 共同的与他们去在商业资源上 对接连结以及发展模式上 能够去结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的把创业家 找到我们的这个基地里面 进行所谓三个月的创数营 所谓讲的好的开始 就是要先走到成功的一半 我们把基本的商业模式 市场对接到最后的甚至 在基础发展的损益两平 到最后一步的所谓的加速跟倍增 我们基本上在三个月内 能形成一个雏形 并且也会淘汰掉许多 可能尚未准备好 那最后我想对青年所讲的 就是要不断的提升自己的竞争力 也就是所谓的走创新 让自己持续保持在市场的竞争力的动态 千万不要说把自己旧有的发展 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化模式 那么就会这个世界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 那当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个世界的变化将会把你这个 不愿意变的单位企业去淘汰掉 所以这是我也对这个青年给的建议 教授我们刚刚一起听了紫凯很多 自己的一个经历 以及说他是如何去帮助更多的 比如说台湾企业 甚至说台湾年轻人 去在大陆来圆自己梦的这个过程 我们想请您一起来和我们探讨一下 在您来看的话 这样的一些例子 以及说在大陆的这些台湾年轻企业家们 他们的这种崛起 对您来说的话 您是如何看待 大陆的市场环境跟台湾不一样 大陆的市场环境是一个正在成长期 而且快速成长期的一个动态竞争的环境 在这个动态竞争环境里面 其实非常重要的 我第一个我知道啊 我所要知道 例如刚才质感特别说到 大陆的各个省市 每个省市都有差异性 每个省市都有独立性 你这时候要知道 知道的时候要去了解它 你不要每次都以为 你的台湾经验就无坚不摧 说实话 台湾经验在大陆浩瀚的市场里面 动态多变的市场里面 说实话 就是一颗小石头 这个小石头 你不好好的 在这个小石头的基础上面 你去知道去了解 是没有用的 好 了解了以后 就喜爱 今天直凯不断地提到 融入的观念 融合的概念 你到了这个地方 你不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市场 你不去爱这个地方的你的顾客 你不去爱这个市场 你说你要能够企业有所成 骗人的 所以我才说要知道 要了解 要喜爱 最后才能付诸行动 好 但是你也不能在 受困在台湾的过去的环境里面 因为你有小确信 所以你就特别的保守 一定要谋呀谋啊 一谋二谋三谋 谋完了以后 你已经没有机会了 所以直凯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 一个要创业者 估计有六成成功的机会 你就要做了 你就要拼了 所以有一点赌徒的心理 不见得是成功里面 负面的元素 有一点赌徒的心理 然后透过了充分理性的规划与分析 再加上直凯这样的人的住业者 帮助你能够减少进入成本 我觉得在大陆这一个充满的活力 充满的潜力的市场里面 它真的是有非常好的发展的前景的 尤其是在现在大陆推出了去年的31条 现在的26条 更给了很多台湾的年轻人 台湾的企业家很好的机会 那么大家可以今天多参考一下直凯说的话 他虽然是个台商第二代 他的爸爸做的是传统产业 他爸爸做的是拉链厂 可是他从他爸爸的传统产业走出来了 可是他并有好高无远 他非常务实 他透过他爸爸的拉链厂 他去了解了市场的特性 了解了大陆相关的政策与法令 他也是挨过熬过来的 他熬过来以后 他知道要如何的去做 他有成功的经验 他也有失败的经验 可是他没有因为成功而骄傲 他也没有因为失败而起来 这就是所谓的热情 他永远保持着热情 所以从这里就看出来 道胜何夫为什么告诉我们三个观念 思维方式要对 第二个要充实自己的能力 第三个就要具有充分的热情 没有热情的人 他的企业经营是不会成功的 好 我们谢谢教授 今天我们的节目要聚焦的是 大陆会台立民的新举措 以及两岸融合发展的共赢之路 在上一节我们与台青企业家 助创家林子凯一起聊了 他的台青创业者的一些故事 那么可以看到会台举措 让台青西近大陆有了更大的舞台 但大陆最新的会台26条措施 却在台湾的政坛引发了两极的反应 我们来了解一下 11月4日 国台办国家发改委出台 关于进一步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 及26条措施 这样一个有利台胞的政策措施 在台湾社会却引起蓝绿两极反应 国民党表示 乐见26条措施 为台资企业提供同等参与和同等享受的13项待遇 也为台湾民众提供13项同等待遇的便利和支持 国民党指出 若2020年国民党重返施政 必定尽快促成两岸两会 及海协会与海基会制度化协商的恢复 巩固台海和平稳定 保障人民及企业的福祉和权益 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 竞选办公室发言人何庭欢 则对媒体表示 大陆是台湾重要出口市场 大陆营造对台商有利的经营环境 韩伴乐观其成 而民进党方面的回应 仍是一贯的所谓逢中必反 将大陆的善意妖魔化 台湾陆委会在26条措施推出当天 便对其大家诋毁 将其称为政治操作 蔡英文也妄称 大陆此举是意图影响选举 对此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 一针见邪指出 民进党当局的虚伪与阴暗心理 马小光表示 我们越是为台湾同胞的利益 做好事 办实事 解难事 民进党就越会跳得更高 在他们心目中 只有一党之私的政治操弄 毫无民众利益扶植 民进党当局阻挡不了31条 也同样阻挡不了26条 谁与广大台湾同胞的利益为敌 谁就终将被民意抛弃 11月5日 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强调 26条措施公布后短短一天 台胞反应非常好 这对解决台湾民众 与企业在大陆投资 生活问题 扩大机遇 带来获得感 确实有真金白银 刘洁一表示 会台立民措施 旨在让大陆台胞获得更快 更好的发展 同时 大陆未来还会不断考虑台胞 具体需求 创造更好的条件 这个动态向前的进程 是不会停止的 就是对于台胞台商来说的话 这样子会台立民 26条措施 确实是真金白银的 但是我们也看到 民进党参议员当局 显然不是这样子想 他们有着这种条件反射式的 这种政治回击和一些抹黑 接下来我们和邱毅教授 一起来探讨 民进党这么强烈的反应 他们是不是慌了 他们在慌什么 民进党反应在预测之中 在预期之中 为什么呢 因为民进党现在要选举 那么他要走台独路线 所以他一定要把大陆给妖魔化 他一定要不断地打反中牌 恐中牌 仇中牌 那问题是26条里面 确实是真金白银 确实是有利于台湾人民 所以民进党看着 当然会怕 因为若是这26条 台湾人民了解了 也解读了 也愿意去在26条的一个 优惠措施之下 一个同等待遇之下 到大陆去发展 那民进党所制造出来的 妖魔化的骗局 妖魔化大陆的骗局 不就破了吗 所以民进党 当然必须要做反击嘛 好 那问题是 比赛